就是先拖拉一個啦 按Ctrl鍵 把這個改成MySQL OK 我是另外再起一個工作表 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這幾個按鈕其實就可以把它刪掉 如果不需要它的話你就把這幾個 因為我是 我是要重新做 這個也可以不要 反正我們的需求就是 做完的結果類似在 雲端 白板裡面各位可以看到的 這個地方 反正 完成示意圖啦 就這五個反正就長這樣子 然後呢就一個MySQL就這樣 OK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呢 先檢查一下 到底我們剛剛的這些動作有沒有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呢 那再來就是要撰寫程式 程式部分的話呢就是開發人員 不過因為我這個範例裡面 有鎖了密碼 OK 所以剛剛同學好像不知道密碼 就沒辦法玩了 所以 密碼就1234 不是啦 以後我的密碼都1234 因為我怕大家也 我自己也怕忘記嘛 我之前設定的 如果不是設1234我可能會忘記啦 OK 就像我 我習慣 我是覺得那個號碼鎖很方便 有沒有 可是常常會因為號碼鎖忘記了 好像出國那個旅行箱的號碼鎖也是一樣 我就好幾個號碼鎖我都忘記密碼 因為轉一轉之後自己忘記了 然後網路上也有人教怎麼樣去破解 可是怎麼破 好像因為不同的旅行箱也會有不同的破解方式啦 所以這裡的話 都一律1234 這個時候表單跟模組才會跳出來 表單在這邊 然後模組在這邊 那不過這個是上個禮拜的東西啦 那上個禮拜 還是要熟練一下 因為裡面的話 有一些 可能 邏輯上面 所以呢 也許我們如果今天的部分你可以再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好了 可以把它分開來 那你可以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模組改成叫MySQL 也可以啦 比如說你這個模組是針對MySQL 那你可以 把它稍微 驅殼一下 MySQL Enter一下 那這個模組就是 ForMySQL用的 那我們剛剛主要三段程式都在下面 新增單筆 新增全部 到那個 這兩個都是呼叫他 所以這兩 一直到這邊 會產生 需要有三個按鈕 所以 基本上這個 OK 那這樣你可以直接踹一下 看看有沒有寫過去 理論上應該如果執行他 沒有發生錯誤 那表示你應該是成功的 可是如果像剛剛有錯誤會卡在 某一行 如果是卡在這一行 那表示說 可能你的驅動程式 或者是說你的IP位置 或者是你的什麼 Username PASSWORD 或者是什麼DATABASE 這些其中一個出問題 他就卡住 不過我印象中好像他真錯 他會跳出哪裡錯的訊息 所以你只要針對那個部分去做檢查 應該就OK 那如果說這一行錯的話 表示你這個C口裡面可能有錯 比如說 那個形態不一樣 或者是說 欄位名稱 像剛剛有講過 就是這個 姓名如果前後加空白 有沒有 比如你在 新增的 設計的時候 多了空白 那你可能新增也會出錯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最後自行再加上按鈕 那按鈕的話 其實有 總共兩個按鈕 你就拉一個 然後比如說給他一個新增單筆 大概我們就是五個按鈕 然後那我就是這邊一個 單筆可以 那我習慣是在複製 複製這個按鈕 為什麼 因為要一樣大 如果你重新再拉的話 可能不一樣大 然後就按右鍵 再去 新增 全部 OK 我們就是會有一個新增全部 那這樣的話 可以 新增全部按下去看看 又可以全部了 好 新增全部完之後呢 後面的當然我們就是 再來就是刪除他 然後呢再來就是 再從 MySQL 把資料撈回來 OK 然後撈回來之後呢 再把MySQL裡面的資料呢 全部又再刪掉 所以我們邏輯大概是這樣 所以 後面還有三段程式 那所以你就可以把這三段程式 因為這三段當然最好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撰寫 如果不行的話 有一些可以先參考我的 再來改 比如說刪除舊的資料 刪除以Sale 那其實刪除 資料 用什麼方式 最簡單呢 其實基本上 這邊把它 再貼上一個 然後這邊 按鈕名稱 對應到的就是 刪除 Sale這個資料 然後把名稱改一下 那按下它 我希望這個範圍的 這個資料全部刪掉 那其實一行程式 OK 那那一行程式基本上 一定就是 設定一個Range 一定是左上角 到右下角 這個範圍 後面加一個方法叫 點 Clear Contents 就是 等於等同是你按Delete的鍵 那 我左上角 左上角這個知道 Range的B3 B3 可是我右下角這個我不確定 我只知道它在F欄 但是哪一列我不知道 所以 剛剛撰寫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自動去追蹤 F 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最下面一列我這邊寫的是 B3 到F 但後面的話呢 我用追蹤的 追蹤的方式 其實跟前面寫的方式一樣 就是從 B2 And XL 抓到最下面的列 那我就知道說 剛剛那個最下面假是20的話 那就從 B3 到F20 幫我把它清空掉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資料現在已經全部在 哪裡呢 在MySQL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MySQL裡面 你可以點這個問題1 裡面的話 只有這麼多 因為已經新增了兩次了 這麼多 那其實 這個地方等於是共用區 比如說你有很多 同事內部的 大家都要共同存的話 反正他的丟過來 你的也丟過來 所有人都丟過來 那資料量會很大 這個時候的話 我希望怎麼樣 把它再搬回到Excel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要搬過去的話 基本上 下個語法就好了 有沒有 Slate 所有 From 什麼呢 問題1 按執行 這些 就會全部顯示出來 那等於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透過ADO 跟 MySQL講說 你幫我Slate所有 From問題1的話 他就會怎麼樣 幫你把這些查完 丟回來給你 可是他會放哪裡呢 基本上 特別重要 我們在城市裡面 來看一下好了 怎麼樣全部查回來 基本上 我這邊有 利用 這個 這個地方 其實是 這些的程式碼 其實是利用上面這邊 利用ADO新增資料 的部分 來做什麼 來做修改的 其實就是把這些有沒有複製 貼到這底下而已 其實就是這一段 其實我這邊的話 原來 這邊是空的 就是我建一個什麼 從 MySQL 資料庫全部 賄賂 可是我要怎麼全部賄賂 其實 程式不用重寫 我只要怎麼 利用ADO新增資料這邊的程式 把它Ctrl C C之後的話 把它Ctrl V 用它來改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 我要跟MySQL要資料 其實 連線這個動作是一模一樣的 第二個動作也是一模一樣的 第三個動作 一定是不一樣 因為是insert into 所以請你把原來insert into delete掉 留下一個這個 然後呢把它改成什麼 slate 有沒有 所有的 from 什麼呢 哪一個table呢 問題一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打一個問題 好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了 然後呢讓它執行 可是執行完之後呢 它怎麼丟回來 特別注意喔 剛剛我們insert into 它會也會丟一個東西回來 可是insert into丟回來是空的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slate的話 放在這邊喔 它會幫你查回來 而且會幫你放在這個 sets myrs 這個myrs 實際上就是一個recorset 這個recorset實際上呢 就 有點像是在記憶體裡面 產生一個空白的表格 它查完之後 會幫你放在記憶體裡面那個空白表格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樣把它抓回來 其實很簡單喔 底下你只要新增一行 資料就全部抓回來了 怎麼抓 這個地方特別 一 請你先找到什麼 你將來要放在excel的 哪一個儲存格 那我們用range來表示 那我們就 請你幫我抓回來的東西 幫我 放在range 哪一個開頭呢 B3的儲存格開始 所以特別注意喔你就告訴他說 你將來幫我放在B3 那我給你一個起始的那個位置 點 點後面的話呢你就利用裡面一個方法 叫copy 你就把它從什麼 從資料庫 從那個 記憶體裡面的那個recorset 幫我把它copy 所以呢copy什麼 底下有一個方法叫什麼 copy from recorset 剛剛那個就是一個recorset recorset實際上就是一個 有點像記憶體裡面的一個 表格物件 OK 那我們可以把 資料放在那邊 自然可以怎麼樣 利用它 幫我把它 call回來 那後面記得喔 加上myrs就可以了 所以你後面加上一個my rs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知道說 你 查完的東西 放在myrs 然後再把myrs 透過這個copy from recorset這個方法 call到 然後b3裡面的 做完了 做完了 做完之後呢 再來就測試 所以要一樣的方法 再把這個按鈕 再貼上一個好了 民生改一下 OK這邊按右鍵 指定 從myseql 資料庫全部賄賂 那全部賄賂的話呢 我再把它 OK按一下 這個按鈕按一下 不過他跑太快了 有的時候我習慣是射中斷點 OK 讓他停一下 他做什麼 一樣去 那個 產生一個 connection有沒有 這個有點像是 你撥通電話跟總機小姐講說 你幫我連線到myseql OK 那他就連線了 那不過連線需要驅動程式 IP位置 User name password 還有資料庫名稱 好也連成功了 再來 跟他talk了 你幫我把所有資料查回來喔 那查回來他幫你放在myrs裡面 所以在myrs裡面呢 就有查回來的所有東西 就是剛剛在myseql裡面看到的東西 那你怎麼call到eSale裡面呢 其實我覺得這地方還蠻容易的 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幫我call到b3喔 OK 按執行 有沒有發現 全部的資料呢 通通過來了 OK 所以其實只有一行 我覺得這一行還蠻方便的 因為你要call一下就全部call過來了 好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喔 剛剛主要是 刪除資料 Excel的旧的資料 跟那個 從myseql裡面呢 再全部幫我把它抓回來 那如果你有些細節不懂 你可以設中斷點 再配合F8 主行去執行 刪掉 執行 有沒有 這樣的話 當然最後就是再把 myseql的東西 全部又刪光光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來試一下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vba跟myseql之間 已經把橋樑給搭起來了 OK 所以基本上你要跟myseql溝通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容易 以往大概myseql 不太可能會跟vba 做這樣的應用 不過我覺得 用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呢 最大的方便 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們公司 沒有授權 SS的話 那當然如果你可能還是需要放大量資料 那這個時候你其實可以 考慮用myseql OK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那最後當然還有一個刪除 跟修改 不過刪除 我想 也是丟一個seql的指令 給那個myseql 他幫你去刪除 最後 後面我還有補充 就是說 如果你要 改成給其他的使用者 也可以連線的話 比如剛剛我們改那個ip位置不行 因為 你要再做一個動作 就是新增一個新的user 這個才可以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好 我們在這裡